嗚 老師 所以你剛剛問我 金廣福何許人也 我就來了 而且還寫成名字 很少見一個人的人民寫一個名字 那已經算很有水準 很特別 我之前如果跟學生講到金廣福 他會以為是銀樓 很像 其實金廣福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 所謂金廣福肯浩 肯浩就是開發公司 所以金廣福肯浩 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 金廣福土地開發 包含武力的有限公司 感覺起來 好像現在這樣子是很難惹的 應該這麼說 當年開發台灣 我們說在 道光15年的時候 也就是7月1835年 金廣福肯浩就出現了 帶領著這些人開始來這邊開發 那很厲害 因為從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這個金廣福不是一個人名 金廣福這個公司 到現在留下已經185年了 那個金是什麼 有錢的意思嗎 金吉祥嘛 有錢財富嘛 廣就是廣東 客家人 對 那福就是福建嘛 閩南人 對對對 所以它有 有錢 然後福建跟廣東人 他們合在一起的 很好 福建廣東一起有錢 哇 這樣出群人很少見 那個年代 大家不是都打來打去的嗎 所以他們有更大的敵人囉 當然跟原住民有關喔 當你要開發新竹北部這塊的時候 這邊有很多的塞下族 泰雅族的原住民 他們很兇悍耶 對 那 這又是一個 對 漢人來講它是一個開發石 可是這個原住民呢 他們是一個血淚史 那因為原住民當時 我們來入侵我們當然會出草吧 對 所以開始爆發很多的戰鬥 那我們說 當時江秀蘭先生呢 他就帶著這群電龍站上第一線 跟塞下族這些原住民對戰了數十回合 死傷無數 那最後拿下了所謂的這個 比如說北埔啦 鵝梅啦 跟寶山這些土地 所以難怪人家講說這個 江秀蘭是客家開山主師爺 沒錯 不過呢這個已經八代以後了 這個錢人就不在了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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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喲 很有趣喔 那我們不知道這個江柏惟先生 後來怎麼知道 江柏惟先生在鏡頭外聽得怎麼樣 來來來來 你聽了 聽的感覺如何 會想要把這個呂杰 會想把呂杰那個嗎 這個就是我們江家的第八代 嗚 請到的江家傳人 來幫我們真正講一下 這個小時候你一定過年 常常來這邊跑來跑去 很熟悉對不對 非常歡迎呂杰老師跟主持人 剛剛呂杰老師講得完全正確 這個金廣福其實是一個組織 不是人民 好不容易來這邊一趟 我帶我們來參觀一下 看你們這裡的金廣福公館 叫什麼設施啊 對啊 感覺金廣福公館裡面 好多金銀財寶 阿嬤 你去過豪宅啊 豪宅啊 你知道嗎 來 帶我們看一下 好 好 充滿歷史感耶對不對 東西很多耶 欸 江大哥 幹嘛一定要看這個 這是什麼櫃子啊 這塊是什麼啊 這是錢櫃 這錢櫃 那不然就在 這裡是打開的耶 我們來看看這個這個 這可以打開好深喔 真的是放錢的錢櫃 真的放錢的錢櫃 那一看就知道了 你知道嗎 我們家的保險箱 這樣借我就覺得很厲害了 人家只有一個錢櫃比我這裡浴缸還大 欸 這可以打開來睡喔 真的有人睡喔 沒錯 我們當時講掌櫃 那客家畫一個名字叫做棉櫃 棉櫃 所以說 到白天掌櫃在這邊辦公室 棉櫃就很辛苦啊 是吧 晚上棉被鋪一下就睡在上面 哦 真的啊 就是 所以掌櫃有健保全的作用就對了 所以你要偷我的錢 就over my body over my dead body 江大哥 這空是什麼啊 你眼睛好利喔 怎麼會有個洞啊 怎麼會有個洞啊 衝孔 對 它就是槍孔 為什麼這邊要有槍孔 它是一個防禦公式 那這個槍孔對應的位置就是大門 哦 大門只要遭受到攻擊侵擾的話 那這邊呢就可以做一個防禦的動作 欸怎麼會這麼日常的地方 處處有武 軍武的這個東西啊 所以我跟你講喔 江家也有武力齊家 哦難怪 尤其是江少主跟江少姬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綠都台灣就在森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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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